近期陸續是有民眾傳出 受騙到柬埔寨工作 因為詐騙集團為了要規避盤查 還會以泰國來作為人口販賣的中轉地 行政局和駐泰官員在近期是協助 一名不斷被轉賣的少年回到了臺灣 不過警方也坦言 因為臺灣和柬埔寨缺少了司法互助 所以營救的方式很有限 除此之外 還有民眾是被拐賣到杜拜 進行詐騙機房的工作 如果沒有聽從命令的話 還有可能被毆打 甚至是電擊 在遠景陪同下安全逃離海外 照片中間這名少年差點被賣到緬甸去 趁著人蛇集團休息空檔 少年向外求援 成功聯繫我刑事局和移民署駐泰官員 在泰國獲救順利返臺 走陸陸是比較省錢的 然後從柬埔寨到緬甸 這間是會經過泰國 因為泰國在中間 所以泰國剛好也是他們經過的必徑之路 原來這名少年被朋友騙到柬埔寨工作 急著向家人求救 又因為表現不佳 不斷遭轉賣 人蛇集團正透過路運 要把人轉手到緬甸 少年利用行經泰國控黨化險為一 國人受騙海外工作 除了表現不好會層層轉賣 警方也說炸團躲避茶器也是原因之一 就連明代也接獲台人求救訊息 愛與我國和柬埔寨沒有邦交或是司法互助 警方也坦言只要國人被騙到當地 營救本身 有難度 缺少官方管道救援 警方能做得很有限 只有不斷提醒 但這類詐騙猖獗 除了柬埔寨 檢調也查到有布法集團 誘騙國人到杜拜工作 只要受害者想逃跑就會被電擊凌虐 檢調查或臺灣詐騙集團 透過臉書偵才 把人拐賣到杜拜 充施電信詐欺 一舉破獲在臺部法組織成員 居體祖賢等人 之間境外打工風險高 國人出國打工前還是要三四而行 記者 台北高雄報導